大家好 三角梅是非常耐修剪的花卉 越修剪分枝越多 到了花期开花满盆 修剪最好是从小苗开始 千叉苗 等它长出新芽 这个新芽已经开始木制化了 再给它这个位置修剪 目的就是为了 让它长出的芽多壮 这样这个灌符才会更加 饱满银秤 大家看一下我这盆 经过修剪 现在是三角梅的花期 每隔20天在花盆里埋了 一两勺这个脱脂股粉 股粉是含有非常丰富的有机磷 以及微量严肃 能修剪三角梅花样分化 开出满盆的花 好了 喜欢三角梅的花员们 我们一定要记住 三角梅要经常修剪 分枝才会多 开花才会多 好 再见